新冠疫情虽然在大陆初步受控 但还是面临局部爆发的风险 戴口罩在大陆还有很多国家 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 然而近期相继出现了 学生戴口罩运动时猝死 引发关注 还有可能对过度使用口罩 带来的健康风险的担忧 近期中国湖南长沙市的 一名14岁初三学生 在上体育课时猝死 死亡原因是因为 在提考1000米的测试过程中 戴N95口罩跑步 呼吸不畅引发猝死 早些时候中国媒体也报道称 4月份的时候 中国河南省州口市的 一名初三学生 返校复课后 在体育课上戴口罩跑步时 发生猝死 N95口罩是专门为医护人员 在救助区为新冠病人等病患 提供特殊医疗服务时设计的 这样的呼吸面罩 能够保护医务人员 救治病人过程中 免受空气中物化颗粒的侵蚀 中国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内科主任也表示 戴口罩运动出现的健康风险的 几率远远大于不戴口罩 他表示 运动时人体消耗氧气增加 需要吸入非常多的氧气 而N95等非常专业的口罩 通缉性并不好 运动时氧气吸入不及时 呼出的二氧化碳残留在鼻腔内 无法及时排出 会反复吸入二氧化碳 造成严重缺氧 这时会对人体的肺部造成损伤 中国教育部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司司长表示 特别是上体育课和体育锻炼时 不允许佩戴N95口罩 因为其透气性太差 即使不出现意外 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学生戴口罩运动猝死的案例发生之后 中国多地教育部门 均下发了通知 对学生运动期间 口罩佩戴做出了明确的指引 像是福建厦门市教育局规定 户外运动时 在相互保持安全距离的基础上 可以不戴口罩 此外中考体育考试 也可以不戴口罩 中天主望这里报道